台南市南生社 再次带着南管音乐踏上金门 而这回和金门县有形无形文化资产共同合作 在金门本岛小金门带来四场夜间南管音乐饗宴 台南市的南生社成立在1915年 在全体社员的积极参与下 成为台湾目前非常活跃的南管社团之一 无话局也表示这回金门行是由南生社的理事长 带领之下来到小金门亲戚关帝庙戏台 还有金门琼林的遗骨堂金沙正宫所 台南市南生社和吴江南乐演习社 还有仙洲新传南音社联合演出 带来丰盛的音乐饗宴 给大家看一看